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是 我介绍你101 这次参加超新星全英会 你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小琪 你为什么要撞班啊 我哪有撞 我在努力的 他是直接用膝盖跪过去的 这么精彩的画面我竟然没有看到 我有 我有 我抽起来 我 我手机里发出来了 你们去群里看 没有 小琪朋友圈不是有吗 小琪 朋友圈不是有吗 好 你曾经问大家喜欢你的原因是什么 粉丝说因为你坚持 努力 善良 可爱 三观症 正能量 他们觉得你有说不完的优点 最重要的是你长得好看 对于这些肯定 最让你开心的关键词是什么 啊 刚刚说了些什么来着 就说一下 我觉得是坚持吧 我觉得我在这条路 有很多想放弃的时候 但是就有一个信念 一直在告诉我说 我一定要继续走下去 就是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成功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呢 信念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 全能的艺人 就是不管是在台上也好 还是在私底下也好 就是可以做一个智商情商 很好脾气好很强大 又能唱又能跳又能演又能说的一个角色 下一次单曲有没有想突破的风格 我觉得主要是如果有机会能去突破的话 我也会很愿意的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前提是在于你们能接受吗 就怕你们接受不了 如果你们接受的了解 OK了 平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压力呢 吃甜的 不多 最近一次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是什么时候 她们有叮嘱你什么吗 好吃到甜的 2018我回家跨了个年 所以今年对我来说2018是本命 好后面那个字就不用说了 啊 本命什么 本 啊不用说出来 就是暴露了我的年龄 哎呀你年龄有人管 有啥呢 没有人关心他的年龄 许诺姐比我大 哇 你刚说什么 你刚说什么 好像你的本人 好嘞老师 你刚说什么 我刚说什么 我刚说什么 你刚说什么 我还在讲 压力都没说话了 什么 什么 比我大几岁 四岁还是五岁啊 像我的话 就是同上吧 因为我的想法跟他们差不多 对 最有意义的朋友圈就是我养狗了 它叫女儿 这是我2018发过最有意义的朋友圈 就是我多了一个小生命要照顾 对 要负起当妈妈的责任哦 不可以不管她哦 吃喝拉撒 对 对 我想要做一个全能艺人 就是不只是单单的做一个爱豆 我想要有更多的能力 还有更多的实力 拿作品告诉大家 我可以 好 笑一个你笑一个 你笑一个 好 我2019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 我要收到90斤 好烂 好烂 这是我很烂 后面就不是一直都是很胖嘛 就是我有点微胖嘛对吧 然后大家都说 徐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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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新面